嘉义市警方拼治安也拼健康 国内知名连锁健身公司健身工厂 肯定嘉义市警局对治安工作的付出 捐赠一批价值超过百万元的健身器材 经过各界赞助整修硬体设备 在警局六楼成立健身训练中心 嘉义市长黄敏慧表示 2021台湾设计展刚落幕 为期十天活动吸引民众参观 远景辛苦投入指挥交通 维护治安及服务民众 在有限的人力要做好警察勤务非常辛苦 感谢各界支持 让市警局有这么好的健身训练中心 让远景能够维持身体健康 守护嘉义市的治安 所以非常感谢有来自各界 他们的支持 让嘉义市政府警察局 能够成立一个健身训练中心 所以我们也谢谢 博文健康事业有限公司 陈尚文总经理 他的支持 然后再有我们也谢谢陈嘉平 陈议员 他也号召了他的好朋友 把后续更多的工作能够做得完整 才有这么好的健康训练中心 也让我们警察局的同仁 在工作之余 能够身体的健康以外 也能够带动我们的心灵的健康 嘉义市警察局健身训练中心 由健身工厂 博文健康事业公司总经理陈尚文 捐赠一批价值超过百万元的健身器材 嘉义市议员陈嘉平 嘉义市警友会理事长宋传贵 金环宝珠宝银楼 权衣水电工程公司 嘉义师子会 春天设计顾问公司 共同赞助协助硬体设备装潢 嘉义市警察局局长黄建荣表示 警局将会好好运用这批健身器材 结合远景常年训练 把激励体能训练纳入常训项目 强健远景体魄 让同仁有健康身体 持续肩负起保护市民责任 以上新闻 由正生记者侯佩瑜采访报导 伤心的时候 有我陪伴你 欢笑的时候 与你同行 关心你的点点滴滴 正生广播电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